Hello 大家好 我是Peter 歡迎大家回到新興的Steam Sales 2016 那今天呢 今天真的很氣憤 我剛剛錄了10分鐘 然後發現是沒有開咪 幸好還沒錄完一集 有開咪和沒有開咪 其實真的不太覺得 那今天就回來繼續講這個特備 那就是永遠都出不到第三集的遊戲 的Part 2 那還是RPG的部分 那今天呢 來到Star Wars Knights of the Old Republic 那其實我改了一點排序 錄第二次的時候 那 如果 有很多的遊戲呢 是出不到第三集 是很癮痕的 那但是最癮痕呢 其中一隻呢 其實我覺得是Star Wars Knights of the Old Republic 很難讀一下 那 這一隻遊戲呢 都是Boware製造的 那它不單止是 就是它不單止是 就是它不單止是很普通的Star Wars RPG 它是一隻 其中一隻最好玩的 Star Wars的遊戲 來的 就是general的來說 是遊戲 也是最好玩的 那 那 這隻遊戲呢 實際上呢 也是Boware的一隻D&D&D的遊戲 來的 那但是呢 它這個回合制的動畫呢 是做得非常之好 那 那個戰鬥的動畫呢 還有它對Star Wars的表達方式呢 基本上呢 是到今時今日呢 都仍然是未突破到的 OK 就是它有嘗試去做突破 但是突破不到 OK 那 Night of the Old Republic呢 對比起Boware Skates來說 有什麼更加厲害的地方呢 Boware Skates 無論你做好人也好 你做壞人也好 無論你是怎樣極力去做其中一邊呢 你 沒有可能可以影響到整個故事的Ultimate End 即是你沒有可能影響到這個世界 最後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你 永遠都是跟著那個主線呢 去做完一件事又一件事 只不過是你用 好型的方法去做 還有用壞型的方法去做 當然如果你太壞的話 你是會做不到下去 都是這個方向的 但是Night of the Old Republic呢 你不單是影響你自己的命運 你是影響整個Galaxy的命運 OK 因為你的選擇是會影響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發生的 那如果未玩過的話 我不詳細講 那如果玩過的話 大家會知道是在講什麼事 OK 那很可惜地 那這遊戲呢 不是算下去 真正現在 迪士尼的Star Wars那個故事裡面的 那不要緊 大家Enjoy過就算了 那這遊戲呢 就是講 不單是一隻普通的RPG遊戲 因為RPG遊戲呢 其實最重要 不是那隻遊戲自己本身 而是它扣足了一個世界出來 那Bolder's Gate呢 其實已經有人寫好了DMD的劇本 他只不過是把它變成一隻遊戲化 即是電子化變成一隻PC遊戲 但是Night of the Old Republic呢 那時候來說呢 是沒有這個設定 純粹是BioWare他們自己吹的 當然這件事是要跟Locas Film那裡聊過 Locas Game那裡 Locas Art那裡聊過 但是 很多東西都是他們自己吹的 什麼叫做Old Republic呢 實際上呢 這個故事發生在 當時第四集 叫做第四集的Star Wars 即是The New Hope的時候呢 已經是一千年之前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Sief呢 並不是司徒 即是Sief的出現呢 在本身Star Wars那時候呢 是本身是一個Sief的徒弟 沒有的嘛 那但是這個時代的 的Sief呢 是有很多人 是一個Empire的帝國 那Jedi呢 也是有Republic這個帝國 那大家兩個帝國呢 就互相這樣抗衡 那中間有很多戰爭啦 就是不斷不斷地戰爭啦 那然後 你又有很多不同的政治 瓜葛啊 恩怨情仇啊 就在這個舞台上面 展開啦 去構築了整個 Old Republic的世界出來的 那當然去到 去到 就是Star Wars第三集 即是 推翻了共和國之前呢 那那個共和國都仍然是叫做 Old Republic的 那但是 當然相去甚遠啦 哈 所以這遊戲是幾個偉大 它不單止是 它不單止是 是一隻遊戲 它是 砌了一大塊Star Wars出來 給大家去遊玩的 OK 好 那 那 這個第一集而已 第一集呢 其實你很簡單講 大家看到價錢的 其實很便宜的而已 那第一集呢 很簡單介紹來說呢 有什麼評價呢 就是平用 就是 它沒有什麼說 在系統啊 在故事那個說 講故事的手法上面 沒有什麼說很突破的地方 就是比較平用的 但是在第二集的時候呢 第二集呢 並不是Boware做的 第二集呢 就是Obsidian做的 Obsidian 其實就是Fall Out 不是 就是Fall Out本身那幫人啦 那 那 Obsidian呢 就出了名呢 專門執人家耳攤 那這次呢 就執了這個 Star Wars Knights of the Old Republic Obsidian 是真正認識得 寫RPG劇本的人來的 那 很多人都 講過 那 Old Republic 2呢 那個劇本呢 是好過一很多的 那而且呢 在任務安排方面 人物關係上 那 甚至是 小到有些少 小微的 那些物品製作啊 那些 那些 什麼裝備 那些分級啊 那些裝備的能力啊 那些裝備的能力啊 方面呢 諸如此類啊 在跟著Boware那個框架底下呢 都是有一個進一步的提升 是很厲害的 Obsidian 但是Obsidian整個遊戲 出了什麼呢 多Bug 那 Knights of the Old Republic 2呢 也是很多Bug的 那也是為人救病 那所以評價來說 是沒有第一集那麼高 沒有辦法 那但是第二集的確呢 是你喜歡玩Obsidian那種RPG 即是堅是HardcoreRPG呢 是會好玩很多 那兩隻遊戲呢 同一時間都是很便宜的啦 那但是當然就不會 只是買那隻遊戲啦 因為Star Wars呢 就仍然是有很多呢 是很癮痕地出不到第三集的遊戲來的 那呢 他們就全部在這個Complete Bundle裡面 那基本上呢 這個價錢呢 就不能夠再低了 那大家通常都是等 Summer Sales Winter Cells 或者是這個 Star Wars入 即是5月4號的時候呢 來到去買的 那今天 就是這個是一個入手的好時機啦 那但是呢 你讓我先說完 最後先跟大家說 這個Bundle裡面呢 還有些什麼是 就是 只是出到兩集 又好癮痕出不到第三集的遊戲 那他們之後呢 其實呢 就是Barware呢 之後呢 現在呢 被EA收購了之後呢 他打算搏一隻遊戲出來的 那他搏了一隻online game出來 那online game呢 就再在這個故事的之後發生 即是第二集之後的故事發生 那但是 搏得不漂亮咯 因為跟你說 現在online game是 他是 怎麼說呢 即是世界上面 好像是第三 還是第五 大預算的MMORPG 但我跟你說 他那個戰鬥動畫 都沒有 都沒有 Light of the Old Republic 第一集那麼好看 其實真的浪費錢 因為錢不知去了哪裏 是做得 做得 極為 極為客 可以這樣說 這些錢不知去了哪裏 都是 但是你叫Barware 突然做一隻MMORPG 出來又是比較難的 這樣浪費了 那大家其實最好 最好 最想 都是 第三集 或者第一集 重製都好 但是這個願望 是很難實現 因為EA呢 就 很不喜歡 重製上一個世代 或者再上幾個世代的遊戲 即是他連MAS EFFECT都不重製 他怎麼會重製這些 OK 講完這裡 然後再講 Level Winter Level Winter Nights 那為什麼要按來GOG呢 因為Steam是不能賣的 那也都很抱歉 大家 今天GOG年尾的時候 也是有開過減價的 但是我又 講不到 還沒講 還沒講他已經完了 不要緊 大家可以等下次再買 我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Level Winter Nights 就是Steam 如果你作為一個版權持有型的角度 在Steam那裡 賺的錢會多很多 因為GOG呢 那些遊戲是沒有DRM的 即是說 他是不會 需要你用帳戶認證 也不需要你入CDKey 他就這樣給你一個Executable 你就這樣按下去 就可以 你這樣按下去就可以玩的了 即是你可以 可以傳給你朋友當然是犯法 但是他們可以照樣玩的 OK 那你心想 這個版權問題 多麼嚴重 但是 所以 你作為一個版權持有型 因為你又不放Steam 我完全不明白 可能Steam 和現在Level Winter Nights 的版權持有型 是有一點爭拗 都不定 那Level Winter Nights 也是非常癮痕 出不了第三集 或者他們可能是 沒有想過要出第三集 這個 不去探究了 但是Level Winter Nights 作為一隻 Dungeons & Dragons 也是BioWare 製的遊戲 有什麼特別呢 Level Winter Nights 是有這個Online Mode的 不對 Bolderskates 本身都有Online Mode 有什麼特別呢 Bolderskates Online Mode 就是可以六個人 每一個都是自創角色 去玩Bolderskates 本身那個劇本 即是 co-op那關 但是Level Winter Nights 不一樣 Level Winter Nights 除了這個之外 有一個伺服 有一個伺服 不要緊 就是可以進去 做Dungeon Master Dungeon Master Dungeon Master 在傳統的卓遊上 就是 安排好 你角色扮演 今次要玩的劇本 而你走路的時候 中途會遇到什麼 最後怎樣打贏它 最後你會得到什麼獎勵 全部都是由Dungeon Master決定的 然後Level Winter Nights 就把這個模式 是完全電子化了 Dungeon Master 是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地圖 當然 不是他自己一個人做 是很多人幫他做 可以 做或者用很多不同的地圖 去做自己的劇本 你明白嗎 即是 你現在上去伺服 現在你找回一些師傅 也是還有人在玩的 可以請一些有經驗的人 做Dungeon Master 即是去安排一些 你過得到關 而是有挑戰性的東西 給你玩 即是不是玩一些難到死的那些 Dungeon Master 是可以溝通的 可以跟你玩的 即是好像一個真實的夥伴 坐在一起跟你玩的 他是負責設計 他是負責你會看到些什麼 他又負責安排一些好玩的東西給你玩 他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那Bolder Skate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你只是可以玩他本身Bolder Skate的劇本 那這個是一個奇怪的地方 還有那些現在稱為Mod 但以前是稱為新的Campaign 的一些新的地圖 仍然是流傳至今的 那 Neverwainternite 1 2 跟這個Wallcraft 3一樣 因為用戶自己做的內容 而令到他名垂千古 他永遠都可以繼續玩下去 那講到這裡 那不得不提 不得不提 有一些是用Infinity Engine做 但是呢 只是出了一集之後就沒有遊戲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 驚世傳重的超級經典 OK 叫Planescape Torment 那你上Metacritics那裡 你看不到他排有多高的 就是他不會是排很高的 那些的 因為他是高 高得來呢 很多人不明白 對了 那所以就 不會說投票投他很高 但是 基本上呢 嗯 作為一個打機的文學青年呢 你是過不了他這一關的 你一定是覺得這隻遊戲是全世界最好的遊戲來 你過不了這關 就是你作為一個文藝青年你玩過的話 尤其是當年幾百萬字的劇本 都有人將它完整看法 還要是用一種中國文言味道的東西來看法 可想而知當時的那個人 那個國學水平是多麼高 OK 那這個都不再詳述了 Planescape Torment 亦都是D&D的其中一個劇本來的 那就是講一個死後世界的故事 那遊戲系統創新啦 那些那些不再多講啦 剛才他已經講了幾百萬字的遊戲劇本 即是 如果你的遊戲是有選擇的話 都是有很多不同的選擇的 已經 加上他 怎樣去講這個故事出來呢 根本就是 Under Terry 不是講到天上有地下無的 不得不說呢 他是有些少Planescape Torment的影子 OK 基本上 因為你滾下去呢 你會發現呢 所有人都是說 沒有的了 沒有這個世界沒有的了 沒有什麼 沒有一隻遊戲可以爬到它這個高度 OK 即是你 你 你 玩遊戲你不玩它 你不算是玩過遊戲 你玩遊戲玩過它 你就是一個真正的Gamer OK Planescape Torment 你怎麼可以不玩呢 但是 為什麼我要按來GOG 因為Steam又不能賣的嘛 那這個就很正常的 因為那間持有的公司呢 已經是 不知道它在哪裏了 那所以呢 就唯有是GOG接手呢 在 就是還幫它買的而已 那有時候 就是 版權有些 合約問題呢 還有時候是不能賣的 它是時出現時不出現的了 已經 OK 那大家記得買回來支持一下 然後說完這個之後呢 那就開始說了 那有什麼東西是 inspire到 就是他們 之前說的那麼多的遊戲 有什麼是inspire到 現在的人去做一些新的遊戲出來呢 那中間其實有一段時間呢 就是 Level Winter Night 2之後呢 是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呢 是沒有人再做這些 就是45度國望下去的回合式RPG 突然沒有了人做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去到哪裏 Boware去做什麼 Boware去做什麼 Boware去做 做Dragon Age 都算是45度國望下去的 但是 不是像Boterskade前那樣 就是 接著會去做什麼 做Mars Effect 這樣 然後Obsidian 也去做Four Out New Vegas 是不是 一段時間之內呢 是完全沒有人碰過這些東西 Four Out更加是變了做什麼呢 變了做Four Out 3 變了做射擊遊戲 是不是 一段長時間之後呢 隨著這個Indie Game的興起 很多做Indie Game的人呢 開始重新留意這一塊的市場 就是所謂的攝到位 那他們攝到哪裏呢 Kickstarter呢 出了兩隻厲害的 就叫做Wazeland 2 和Divinity Original Sim 當中呢 也都以Divinity為主 那Wazeland 2是為負的 這個他們差不多時間出的 先說了Wazeland 2 Wazeland 2就是一隻CRPG 兩隻都是CRPG Wazeland 2就是一隻CRPG 是說的 大家在走路遭遇到怪之前呢 都是自由行動的 遭遇到怪物之後呢 就是回合制的行動 即是不會走一步 都像戰棋一樣 計算是Action Point 然後用武器有Action Point 等等等等 Wazeland 2呢 為什麼它會是2呢 其實它就是Fallout的那個始祖 即Fallout再之前的一隻RPG Wazeland 的一個正式續作 就是用回那個世界觀 那Wazeland 2會看到很多 Fallout有用過的影子 大家玩過Fallout 3的話 會覺得有點似曾相識 那當然所有東西都是由Fallout 不是 所有東西都是由Wazeland 原本開始 那Wazeland 2呢 除了是 一隻沒有什麼畫面 也都沒有什麼劇情 但是很有這個 CRPG情義結的一隻RPG之外呢 其實它真的沒有什麼長處 大家看到它那個 Reason那裡是Mixed 你會知道其實它真的沒有什麼長處 為什麼它所以 就是Diffinity 我感覺到它是主題是副日的原因 因為它沒有 它用過那條舊的Formula 但是它 不懂得去創新 OK 它有些少創新 但是它不是很完全地 Invent了一件新的東西出來 只不過它利用別人的情義結 去Kickstart了它這件事出來 它實際上 不是一個很Billion的遊戲 OK 當然大家有CRPG情義結的話 都是會給它很高分的 對 那 它Director's Cut 是什麼意思呢 它就跟Diffinity Original Sin一樣 一起去了PS4和Xbox One 所以呢 原本那隻Game裡的Wazeland 2 現在可以買到只有Director's Cut 就是重製了Xbox One和PS4的版本 但是值得一試 值得一試 值得一試 但不是這個價錢 試 OK 我不知道它買得不好 但是站得很硬 我勸預大家便宜一點才買 然後就是Divinity Original Sin 你看到它站得那麼硬 你就知道它的銷售對自己很有信心 那 這個價錢是偏貴的 但是 我是希望大家買 那因為呢 PS4和Xbox One 它們自己特價這隻Game 特價的時候都在做200多元 那大家PC可以用到一塊水來玩到這隻Game 其實都是 可喜可賀的 那Divinity Original Sin呢 Divinity這個Title 出了很多隻Game 但是每一隻都很霉 那那個 製作公司 Larian 也是一直很霉 直到Kickstarter的出現 改變了一切 那Kickstarter呢 就讓它們玩到這個很crazy的idea 就是Original Sin的idea 本身呢 Divinity這個整個系列呢 都是即時戰鬥的 那Original Sin呢 就是CRPG來的 那剛才講的CRPG是什麼 那不再講多次了 那但是Divinity呢 它並不是玩一隻普通的CRPG 就是它並不是玩Foro 1 2 或者是Race Land那些 它完全Invent了一個新的system出來的 那加上很多不同的古靈精怪的效果 使整個Game呢 有Semi Sandbox的意味 就是Semi 不是說Sandbox 它不是開放世界 也不算是 什麼Physics Sandbox 那些不是這樣 OK 有Semi的意味 但是已經足夠了 令到這隻Game非常之好玩 尤其是你在這個直播的年代 你是做直播來玩這隻Game呢 的確是真的很爆笑 OK 你有爆笑的點 你有一些隨機的成份 你有一些技術的展示 就是令到玩家可以有機會展示他的技術 那你開Stream的時候才會有很多人看的 對不對 它就是吃到這條水 OK 那Race Land 2是一成不變 做回以前別人的Hardcore那些 吃不到這條水 那就沒有出路了 這個世界很殘酷 那所以Divinity Original Scene 不是一隻玩什麼偉大的作品 那但是 它是很有趣 很好玩的 那希望大家試試 那第二隻Game呢 也是Early Assets 那Early Assets 就統一的評價都是不值得買的 那但是呢 如果真的有愛的話 那無論它出不出 就是它做得好不好 你都買的 那大家也可以玩完第一集的時候 去第二集看看 那同一時間 Original Scene 也是可以單機雙人 Co-op的 亦都可以上網和人 Co-op 那如果大家 即是有一個可以長期一起玩的 的換伴 那就可以 試一下這隻Game 完全 Co-op的滋味是怎樣 那然後呢 那在 那在這個Level Winter Night 還有 去到 回到最新的 Race Land 的中間 那有些什麼 Top Down的 RPG 是出現過呢 那其中一隻就是Richard 其中一隻就是Richard 那Richard呢 是一個很神奇的Game來的 它是一個童話故事 不是說它這隻Game本身裡面是童話故事 是說整這隻Game的這一回事 本身已經是一隻童話故事 這個波蘭人 不是一群波蘭人 完全是之前沒有做過Game 那就膽粗粗去買了Level Winter Night 第一集的那個引擎 是第一集的 是第一集的 第一集的那個引擎 那就根據一本波蘭的小說 就整了 就整這隻Game出來了 就是你香港人有沒有這樣的pop 有沒有那麼沙泡啊 就是我一個香港的故事 我去買人家的engin 我還沒做過Game的 我就堆這隻Game出來 你有沒有這樣沙膽啊 是不是 很多人做不到 大陸的人都做不到 大陸那麼多神話故事 他只是出Online Game 就是出手機GameOnline Game 有沒有一個人 正正經經 是用一個好小小的engin 做一隻好玩的Game 就是自己覺得好玩就夠了 很多大陸那些Game 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都不會說好玩的 是不是 你只覺得好玩就夠了 正正經經做一隻RPG出來 就用你最家傳回曉的神話故事 你西遊記也好 什麼差都好 就出來 你敢不敢 那裡有很多錢啊 那裡 你做一隻像樣的AAA title 是不是 很多錢啊 那裡 你敢不敢 不敢 波蘭人那裡有夠膽 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是個童話故事了 是不是 那由於它是用了Level Winter Nights 1的那個engin 所以它也是一隻Top Down RPG來的 那這個就是我敬重Witcher的地方 它不是一隻什麼好偉大的Game 但是你大概非常值得有人敬重 那尤其是呢 我也是按這裡 那當然你在GOG特價的時候去GOG買的便宜一點 因為這隻Game是GOG那家公司出的 CD Project Red出的 那現在已經減到11元的了 基本上低無可低 就是 尤其是你可以買上一次就買了三集 165元而已 那但是 第三集來說呢 就有點棘手 因為第三集呢 是有 有Expansion的 你買Expansion的時候又要花多一筆錢 那第三集呢 你又很想買Game of the Year 那但是你 那這個第1、2集又不知道怎麼辦 很奇怪 整件事很awkward 那大家可以先買這隻Game 10元 大佬 跌一跌了 那在中間出現了什麼呢 在中間出現了Dragon Age Dragon Age 又是Bowl Bear做的 都是Top-Down RPG 類似 那他又 還是想做一隻Dragon Age 的Game 那但是他用了一個 已經是最advanced的那種Dragon Age 的那個計法的了 那個計法複雜到呢 基本上你不是電子化的話呢 你用筆計到你死都還沒計完的 OK 只要踏一跌 你又要摘息 摘完息之後 要計傷害 傷害 然後要破甲 然後要計上防禦 然後減完傷 加完傷 之後 然後一粒粒粒粒的加壞 才能出現了一個數 然後扣血 這樣 嘩你老闆 如果你不是電子化的話 你計到明年 那個規矩 複雜到嘔 Dragon Age Origin 當然免卻了你這個煩惱 那為什麼又按了GOG呢 因為 Steam那邊呢 沒有Ultimate Edition買 那Ultimate Edition包了什麼呢 Ultimate Edition包了這個 Dragon Age Origin Arrikanning的故事 還有其他的 Content Pack 即是其他的 不是Arrikanning的 普通的支線Size的Content Pack 加一加賣賣 就做這個價錢 那當然啦 如果你是特價的時候 會更加便宜 那當然啦 如果你是Arrikanning買 那些東西 就會更加齊了 對 因為 但是大家很多人 是不喜歡用Arrikan的 因為 其實GOG 是沒有DRM的時候 你更加不想用Arrikan 對吧 Dragon Nature 是 都算是一隻現代RPG的經典 來的 2010年 都算是一隻現代RPG的經典 因為現在那個時代 沒有人再玩這些遊戲 即是沒有人會再做 再做 那些什麼 top-down的遊戲 沒有的了 只有他 那 那就 基本上是做得很好的 那也是 Dragon Age來說 這麼多集的最好的 因為他 因為那時候的BioWare 那時候的BioWare 還在推出Mars Effect 1 和出出Mars Effect 1 和出出Match Origin的BioWare 仍然是未被EA Corrupt的一家公司 仍然是有心做好RPG的一家公司 那它那個遊戲的規模是可以跟Bolderskate一比 對啦 跟二比就比不到 是跟一比而已 對啦 是有那個水準在那裡的 可以大叫 In BioWare We Trust 就不行了 那你可想而知這遊戲呢 那個質量是多麼高 OK 那接著就是Pilots of Eternity 那這也是去到2015年 突然間洩出來的 那這遊戲就是Obsidian做的 OK Obsidian第一次跟Paradox聯手 就去做這個ISOMATRIX 即是Top Down網絡的一隻RPG 那它是想做回Planescape Torment的那種感覺 那當然它還沒去到那個Scale 也做不到那種感覺 但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去到了 但是Paradox 仍然是拖後腿 但是Pilots of Eternity 現在只是Base Game來說 都可以玩60個小時 在內容量上來說算是不錯的 你看到它還買那麼貴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是有尿道 Pilots of Eternity 它帶給大家一個 另類一點的奇幻世界 就是Planescape Torment 帶給大家死後世界 它又帶給大家另外一個世界 跟著呢 還有些什麼呢 帶給大家一個另類的世界之餘 也有一幫呢 非常值得別人喜愛的角色 除了主角之外呢 其他隊友呢 都各有自己不同的性格 各有自己不同的agenda 在互動起來是挺有趣的 那跟著呢 我們也有DLC買 那 Expansion Plus 差不多價錢 可以買了 因為我原本預算是 便宜過100元左右 可以買 那88元的時候呢 可以再買了呢 這兩個的 Expansion 可以完全玩完 現在算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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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遊戲呢 也是Obsidian呢 最後一隻用Infinity Engine寫的遊戲 可能也是這個世界 以後 最後一隻用Infinity Engine寫的遊戲 來的 仍然是守衛著以前D&D的傳統 所有的Stats 所有的傷害計算方法 仍然是用傳統D&D的規矩 新的Tyranny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做這件事了 已經用Unity寫了 已經不關事了 你想唯一捉住RPG 黃金時代的尾巴呢 那就玩一玩Peters of Eternity 基本上便宜過100元 加上Expansion Pack 200元 我覺得是還可以接受 那如果覺得偏貴的呢 那就應該要再等下 因為這遊戲的風評是比Tyranny好多 我想Paradox呢 短期之內是不會減價 OK 那去到最後一隻遊戲了 是未出的 那我不知為何它叫Indy 因為 因為 Sony推得好行這個遊戲 因為叫Torments Tides of Nume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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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應該是這樣讀的 那大家看到Torments這個字 就已經知道它是想做什麼了 Planescape Tormans 想做這個精神俗作 是誰做的 Innexial做 Innexial也是一個專執別人的移攤 所以別人的舊Fanchise 是怎麼說 活化 是的 活化工廈 活化別人的垃圾 即是活化別人的移攤工程的 那些廠商來的 那它就用回那個 用回那個 怎麼說 用回Planescape Tormans的那個世界觀 那我再做一個 另一隻遊戲出來 那它之後呢 會在PS4的出現 我不記得有沒有什麼 我不記得有沒有XBOX1 但是Sony它推得好行這個遊戲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還叫自己Indy In什麼鬼的D Sony明明都照著你 就是 就是 說謊 不要這樣 那我用回那個世界觀 想做精神俗作 Innexial 但是它做的那些東西 都是雷聲大雨點少的 那我 由心覺得這隻呢 是有點熱伏的 但是這個也是 由 Asom Magic RPG 正式 用這個引擎呢 是去到 主機的一個 未來的希望 OK 希望它 就是 我由心覺得它是一個伏 但是希望它不要伏 OK 那也不是叫大家買 那我是做遊戲介紹 那當然是介紹給大家 對吧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 記得千萬不要付錢就可以了 OK 我們今天介紹就是這樣 那我們明天就開始 講第二個類型的遊戲 第二個類型是什麼呢 就是永遠都出不到下一集 就是永遠都出不到第三集的 射擊遊戲 射擊類遊戲 OK 我們明天再見 已經不經不覺 已經可以跟老闆說了 我今年不上班了 就是 那我星期日就再回 是不是 1號了嘛 就是說呢 SteamSales就3號完 那其實我還有 很少很少的時間 我講完射擊類這隻遊戲 我還有一個 一個 大題目的特備 是要做的 OK 那希望我可以盡快講完 OK 再次多謝大家所看 我們 下集再見 記得like,subscribe,share和comment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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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